分享生活分享美好 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方形的花片 这个花片非常的简单 用到的针法是 长针 中长针的枣形针 还有短针 那花片的用途是非常多的 大家可以用来 连接起来做一个包包 或者是毛毯 下面我们开始吧 我们手指绕线 勾针插入线圈 先勾三个起立针 勾针绕线 勾两个长针 两辫子 这是一组 然后继续 三个长针 两个辫子为一组 需要勾四组 一二三还差一组 拉紧线头 收线 然后最后一针里 我们再勾针绕线 在第三个辫子里勾一个中长针 作为它的连接 第一圈就勾完了 下面我们勾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要勾花形 勾中长针的枣形针 那枣形针的位置是在 第一圈里三个长针 这两个洞眼里勾 不是在这个辫子上面 是在这个洞眼里面 我们勾针绕线 插入这个洞眼 勾出一针来 勾针再绕线 二 三 勾针绕线 一次性的 全部出来 继续 在二和三中间 一针 三针 三针 再勾一个小针 一 二 三 勾三个辫子 在第一圈里两个辫子 上面勾三个长针 勾完三个长针 再继续勾一二三个辫子 继续勾这个花形 在三个长针中间 一 二 三 三 还有两个线圈 那我们继续勾下一个 一 二 三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让我们一次性的全部出来 勾一 二 三 三个锁针 再继续勾长针 长针的位置是在上一圈两个辫子上 再勾三个锁针 再勾三个锁针 再开始勾这个花形 大家按照这个规律把它勾完 第二圈三个长针勾完 我们勾三个锁针 我们勾三个辫子针 在枣型针的第一针里面 我们勾个引拔针 我们勾第三圈 第三圈的话 我们就依次引拔到 这边的第一个长针上面 引拔到长针之后勾三个锁针 勾针绕线 在第一个长针上面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再加针 中间这个长针上勾一个长针 第三个勾一个长针的加针 我们再勾三个锁针 在上一圈这个辫子上 我们再勾这个花形 勾针绕线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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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然后自信的出来 再三个锁针 再勾长针的夹针 第一个长针上面勾两个 中间这个勾一个 第三个勾两个 继续三辫子 继续勾花形 大家按照这个方法把它勾完 我们继续勾 最后 最后勾针 一二三 三个辫子 勾最后一个花形 一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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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勾三个辫子 再勾三个辫子 在第一个 我们立的三辫子的第三个辫子上勾一个银巴针 下面我们勾第四圈 下面我们勾第四圈 拼一个奇力针 在第一针里面勾一个短针 这五个长针上面都是勾短针 下面我们勾四个辫子 一二三 四个辫子 继续在这个锁针的洞眼里勾花形 在这个洞眼里 下面我们要勾五个辫子 大家看一下 就是开始的时候是四个辫子 那结尾的时候连接的时候就是五个辫子 五个辫子之后再勾短针 五个短针 然后又到了这个花形这里我们勾四个辫子 花形这里勾四个辫子 短针这里勾五个辫子 到了这个长针上面勾短针 那我们要勾五个辫子 再勾短针 再勾短针 再勾五个短针 那大家按照这个规律把它勾完 最后一个短针 最后一个短针我们勾完 再继续勾四个辫子 勾五四个辫子 再勾最后一个花形 大家在勾这个花形的时候可以 最后一针可以稍微的拉得紧一些 这样勾出来的是比较紧实 你看这个我没有拉紧 这个就看得比较松 然后再勾五个辫子 勾五 把这个线稍微拉长一点 然后找到第一针 我们把线勾过来 从这边再勾一个 我真固定了 这样一个方形花片就完成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